小灰兔的智慧 森林里住着一只快乐的小灰兔 它非常乐观 它知道森林里有很多比它厉害的动物 比如老虎、狮子 但是小灰兔从来都不惧怕它们 这一天,灰兔像往常一样 嘴里哼着小吊蹦蹦跳跳地去小溪边喝水 这时沙滩上坐着一只白兔 它好像很不开心 于是小灰兔走过去关心地问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白兔摇了摇头说 我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 就是感叹命运太不公平了 你难道不觉得在所有的动物中 我们兔子是最不幸的吗 灰兔笑着说 我生活得很快了 怎么会不幸呢 白兔说 大象有象牙和有力的长鼻子 谁都不敢欺负它 刺猬浑身有尖刺 老虎也拿它没有办法 这森林中大大小小的动物都有各自的防卫武器 我们兔子却什么都没有 要生存下来多么艰难呢 灰兔说 是的 它们都有对付别人的力气 虽然我们没有力气 但是我们有智慧啊 你不用羡慕别人的能干 或许别人也在羡慕我们呢 说着说着 突然 一只大灰狼从树丛后跳了出来 张牙五爪地向白兔和灰兔扑了过去 白兔见大灰狼就在眼前 吓得浑身发抖 灰兔一点也不惊慌 它迅速转身 用臀部对着大灰狼 镇定地 爬伏在沙滩上 一动也不动 大灰狼想 灰兔一定是被吓晕了 冷笑了一声 张开大嘴就去养灰兔 灰兔见时机已到 两只有力的脚 快速地拨动沙子 沙子像子弹一样 向大灰狼射去 煞时 大灰狼的眼睛里 嘴里全都是沙子 大灰狼没有想到 灰兔竟然有这么一招 揉着眼睛 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白兔见灰兔打败了大灰狼 十分佩服说 你真了不起 打败了凶恶的大灰狼 你为什么见了强敌 却毫不畏惧 能够以弱胜强呢 灰兔说 我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能整天怨天游人啊 有勇气和智慧 有勇气和智慧才能够战胜强敌 缺乏自信和勇气 没有和敌人交手就已经失败了 白兔说 我缺乏自信和勇气 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实力啊 灰兔指着自己有力的双腿说 有了自信和勇气 就可以在不断的锻炼中积累起实力 小白兔坚定地点了点头说 嗯 我要变得有勇气和智慧 每天开心自信地生活